有一种和谐的美 这把武器 昨天上号的时候还是13段 今天就变成15段了 而且他这个特技诅咒之上 真的是不白给 二话不说 只掉一点愤怒 然后打掉对方五分之一的器械 永不磨损 诅咒 这把武器其实老陈啊 真的除了你以外 我真的想不到谁能买 159级的 任何最好的1091的巨舰 男号的成交价格 也就刚刚才50万 你真的是打破了159级啊 空号的交易记录 想跟河的宝石碎了一个14啊 那也还行啊 15级宝石卖的价格 本身就包含了一个碎了14的 15段玛瑙的话 普通服务器的话 大概1万5 14个 1414段玛瑙的话 差不多4500到5000啊 也就5000块钱吧 对不对 两个盒 昨天晚上也干到人了 我觉得 哎呀 反正这个号在159级 玩有点驱财了 升级到175 就把武器把威力还大减 玩159级 我觉得你最大的困扰 不是说如何夺冠 关键最大的困扰是没有对手 你看小说里的绝代高手啊 历来都是落寞的 孤单的啊 甚至内向和抑郁的 金庸小说里最厉害的 对不对 就是杨过的那个啊 收获玄铁剑那个地方 应该叫什么不败了啊 不是东方不败啊 孤孤求败啊 孤孤求败啊 孤孤求败 对方只要一起招式啊 他就知道他已经赢了 因为他无招胜有招啊 还没有出手就已经赢了 特别孤单啊 最后一句而终 小说里关于他的剧情 描写的特别少 我觉得啊 我觉得玩这种号玩了久了 你自己可能会出现啊 人格 对不对 甚至精神方面的分裂啊 真的 因为你在59级完全是神啊 对不对 你的属性比别人高了 他妈十段二十段 别人怎么玩啊 对不对 你看武侠高手里的 真正绝世高手的话 全都那去扫地去了啊 还有一个是前朝太监 创建了葵华宝典和毕业剑谱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 玩这么厉害的号 挺危险 159级始终 还是有局限性 你还得来175 你抓紧时间选择一个团队吧